北京时间1月5号晚上的7点35分 浙江和山东之间的焦点战役在浙江主场展开 比赛一开始 双方显得都有些不在状态 进攻端频频出现失误 进攻手感都不出色的两支球队不断出现失误情况 整结比赛 双方一起整整失误了18次 随后浙江队的吴钱和斯托克斯逐渐找到手感 通过内线的强攻帮助浙江确立其领先优势 首届结束 浙江以21比17领先山东 次节比赛 双方开始了内线的较量 劳森率先突入内线高难度换手上了2加1 斯托克斯则在山东内线连续抢到前场篮板 打成二次进攻 第二节后半段 山东不断造成浙江队的犯规 利用出色的罚球功力追回了分差 两节结束 浙江47比49 山东也是反超2分 下半场一边在站 劳森和莫泰率先发纳 两人连续打成进球和2加1 下半场开场就打了浙江队 一个10比0 随后 吴钱开始发挥 他里突外头帮助球队咬住比分 仅仅三节 他就砍下了24分 然而球队仍然是无法解决 劳森和丁燕宇航的发挥 三节结束 山东队以85比78 领先浙江7分 最后一节 浙江队犯规过多的问题开始暴露 三名主力球员深背五次犯规 使得队伍不敢大胆地进行防守 而山东则利用这一点是不断打成进球 最终浙江出场以97比113不敌山东队 劳森砍下38分八篮板和八次助攻 吴钱则拿下29分和五个篮板 腾讯体育综合发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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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扬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